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就拿疫情不停地攻击中国,他们频繁地在病毒起源上污蔑我国,试图抹黑我国的国际形象。 即使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换届,美方也仍然死性不改。 据美国白宫官方公布的消息显示,当地时间1月27日,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该国将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强有力的调查,并将对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和分析的信息加以利用。 普萨基还表示,他们将增加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确保美国在华人员的配备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让一些科学家、政策专家能在中国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对此,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增派驻华人员的举动很有可能是为了来收集新冠疫情源头的情报, 因为在此之前,美方一直宣称中国方面隐瞒了疫情源头的真相, 急得要求世卫组织对中国进行溯源调查,而且世卫组织也于1月14日复华, 在28日结束隔离开始了相关工作,但美国最终选择亲自调查也不是没有可能。 首先,美国并不完全信任世卫组织,在疫情开始初期,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坚称,中国没有及时向外界传递关于疫情的真实信息, 才导致美国的疫情如此严重,而世卫组织则因多次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替中国说了两句公道话, 遭到了特朗普的指责。 纽约时报曾报道称,特朗普一直坚持认为,世卫组织在包庇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不会完全放心地把这项工作交给世卫组织。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想亲自调查的原因。 据了解,在美方多次污蔑中国阻碍溯源调查之后,我国外交部曾做出了一次重大回应。 1月18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那么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 并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进行溯源调查,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据悉,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民众曾要求政府公开2019年7月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被关闭的真正原因, 并解释该实验室是否与新冠病毒的出现和传播有关。 但是美方并没有做出过多回应,外交部重提之后, 人们开始再次怀疑新冠病毒的真正源头是不是就在美国。 如果美方想要掩盖真相,很可能会选择派人来中国搞点小动作, 总之美国就是想让中国背黑锅。 不过,既然美方经常讲求公平、公正、公开, 不知什么时候,美方也能让世卫组织的专家去德特里克堡好好调查一番呢。